好了,我们踏上回老家的路途了 姐姐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先玩一天两天 然后我和奶奶,然后Rebecca,我们准备回老家了 好了,我们这会儿近站了 孩子们时隔五年左右吧 再一次的踏上了回老家的旅程 我们和小薇薇在一块儿坐,小薇薇,我们快回老家了,你开心不开心? 我们在这里后面 开心? 看下的眼睛 车一吐发,她就很倾困了 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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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车一吐发,她就很倾困了 我给她说,她在农场上面坐,农场坐,所以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跑员,她喜欢抓的虫子,小青瓜 是的,她喜欢抓的,反正男的有个院子,对不对,你们可以在那里跑,然后程程好久没有在院子里玩 看着小薇薇在干啥,小薇薇,小薇同学 小薇薇开心得很,想让我和我坐,因为跟妈妈说没有玩iPad的自由,所以一直要求陪我坐,喝着小饮料,玩点游戏 晚饭时间,我们在高铁上给他们带了点快餐,吃完了,然后他们在吃零食呢,哇塞 看着宝城,坐高铁开心得不得了,宝城很乖,他们旅行真的很乖,是不是 不尝尝 看这个,大宝,大宝亚,要回老家了,你什么感觉 我成长最期待的是去奶奶的农村的老家 我去抓青蛙,看小动物 他也不哭不闹,吃吃喝喝的,是 今天也没睡,今天没有睡觉,他肯定等下来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就到釜阳了,釜阳离我们家庭开吃大概一个半小时 然后小薇薇在我们火车上抬手欢迎了,蹭吃蹭喝,刚才一个阿姨给了她一根香肠 现在一个姐姐又给了她一个小面包,好吃好吃 好吃,你是不是很受欢迎,受欢迎的小薇薇 我们等一下就到了,今天我们会在浮阳的酒店住一晚上,明天我们会一早回回老家 好了,这会儿要下车了,这凌亩的花 还是坐高铁还是非常快的,环境的,坐好坐好快点 我们差不多到老家了,开心 五个多小时在火车,孩子们一路上都非常的乖 时隔三年,终于又带着孩子们回来了 哇,这个离我们家的越来近了 Rebecca 我们那个镇离这个城市特别近,离驻马店还近 我们那边的人很多都是来这个地方忘记小薇 这是属于安徽城,不属于河南城的两个 首先就是 妈,咋样?快到家了,开心吗? 还有一百多厘 一百多厘 没事,咱旅行不要那么辛苦,对吧? 对,漂亮 没有啥事,咱不要辛苦,尤其是孩子,是吧? 对啊,小孩 几个在复养的住室 几个在复养的住室里 几个在复养的住室里 面可都到了 不要跑,宝贝 哎呀,这一路的旅行 我感觉我们三个孩子都大了 城城也大了很多 平时姐姐都上学 她们花的时间在一起的不多 但是 这个俗家,你看她们 城城给这两个姐姐 我开心 釜阳 有没有网友是釜阳的 这是一个 我小时候最熟悉的 一个城市的名字 但是我从来没来过 长这么大,从来没来过 离我们家可能有一个半小时的距离 离我们那个镇上 今天终于来了 看那小城城 走一路牵着姐姐的手牵一路 刚才火车 火车门口等着下车 然后她就说,她忘了的 到了 问我到了吗?到了 嘿嘿嘿 自己说中文现在 给奶奶到时候多说点中文 奶奶这几天陪她们 多多少少会学点中文 是不是? 空气里都是家乡的味道 开心开心开心 虽然不是我们老家 但是丽王老家很近 夏天的闷热的感觉 这种热热的感觉 真的太熟悉了 和南方完全不一样 他们在看 在看我们的 家乡的月亮 故乡的月亮 哇 哇 这种天气就是我们小时候的 夏天的这种感觉 不像南方那种潮湿 是那种暖风 你知道吧,暖暖的 我知道我也住过城中 好了,我们酒店的车过来接我们了 好,谢谢 谢谢,谢谢 好,来,走吧 那我们,Rebecca 那我和妈妈坐在一起 可以 他是酒店的车 可以 安全,好吧 他还有一个行李 这两个行李可以吗 好好好,走吧 一到釜阳就像 吃点家乡的味道 胡辣汤 其实釜阳的也是习惯 和我们老家的也习惯是差不多了 好了,我们到酒店了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们赶快办理入住 孩子们出来旅行最喜欢住酒店了 人家还送了三双 质量还挺好的小拖鞋 他们很开心 还送的还有 这个质量很好的呢 送的还有这个新的牙刷 我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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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人也睡下了 没事 你一个人 你一定个表演 你不是睡着不宽敞吗 这都宽敞 又浪费 你浪费 六个人也不能 积到一个房间 对吧 睡一下 我给鞋院 还睡关键 睡哪个床 安那不是有个散发床 撑呢 撑他给你俩睡一会儿 这个房间的话是275万一间 然后我们觉得还不错 尤其是他们也提供接赞服务 因为那么晚了 然后 我刚才妈妈问这酒店多少钱一间 我说275 她说怎么那么贵啊 哎呀 心疼 她问我我就 我以为200多 她觉得不贵 早知道不告诉她价格 对我来说 对我们来说 她觉得200多块钱 30美金左右 30多 可能是比较便宜的 但对她来说 她还是觉得比较贵 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她觉得有点可惜 哎 好了 我们给孩子们都 都 办理入住了 Rebekah她们在屋里休息一下 我和妈妈出来溜达溜达 妈妈和孩子们 还有Rebekah在高铁上 我吃了 已经吃过了 但是我还没吃 我想和妈妈出来找点吃的 哎呀 现在还是有点饿 我感觉我和我妈妈有一点 有一个特点 她很喜欢出来溜达 我也喜欢出来溜达 这凉风多舒服 出来看看有没有吃的 嗯 虽然是到安徽了 还没到河南 但是两个地方交界 然后我们 立这个安徽比较近嘛 所以就相当于回回家了 我就 刚才在高铁上 一点胃口都没有 因为中午吃了 吃了一个大餐 然后 但是一来到这个 一来到他们这个市 一到我都饿了 老想去吃一点他们这边特色的东西 看一下 因为饭说我都不饿 我跟你说我都不饿 上午 我现在没来大喝 我不吃吗 很吃 我都没见你很吃 我喝鱼汤 啊 你看你走两步 你都开始传起来了 你现在你的神迪 神迪不忠啊 妈 你看 锻炼锻炼 正在锻炼 我最近在锻炼 就是在锻炼 就是在锻炼 反正是在锻炼 我想吃饼子 不知道他这有没有饼子 看一下釜阳的世荣世貌 他这有个卷墨 我看他这个什么卷墨 一磨好吃饭更香 看一下都有啥 你好 你们还在营业吗 营业 看一下都有啥饭好吧 可以 卷墨 卷墨 现在面没有了 都卷墨不重 我们这也叫粉子磨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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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有套餐没有 现在我给你看一下 有套餐吧 我那个 可以可以 你看一下什么套餐 有一个那个 23块5 有一个鸡串 套餐卷墨 加一个鸡串 可以加一碗粥 可以啊 满意吃 我啥都不吃 我用一碗粥 我吃啥 这卤味还有吗 这个现在没有 哦 我们把这盘子前就撤掉了 哦 那那应年这长时间 嗯 应该好吃 它是卷的东西 我记得我以前去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小吃街就有人做卷墨的 非常的好吃 我要辣的啊 嗯 好 阿妈 你来一个呗 你来来吃 我来的我不饿了 我吃了我不能给 好好好 原来我刚才在这儿 撇了我给他吃饭 不行啊 我只是来到这边 我是有胃口了 你看这卧的东西 哦 是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这是我在美国 我是真的很想念这个这一口 这是美国 看一下人家这特色卷墨 你还没卷呢 我说这六口水了 你看这赶紧不赶紧 有辣吗 这是辣的 这是辣的 这是辣的是吧 可以了是吧 嗯 这个我在美国真的是 天天想念的这种味道 正好走两步 然后对我们酒店没多远 就就就就卖了 我记得小时候你不再会卷墨吗 卷墨 卷墨 卷墨再吃卷墨 哇这超级好吃 看下它馅满满的 满满脏脏的 那不是面积吗 后面是面积小抖一大 看它里边搞的有满脏 这么满脏 嗯 这比这比这比啥都强 我告诉你 哇塞真的太好吃了 你看从这个角度看 我和我妈妈长得很像啊 从这个角度看 嘿嘿 妈妈的状态比上次我回来好一些 我很少在这个点是吧 马上快11点了 但是还是回来的迫不及待 去来这边找点吃的家乡的味道 回来一次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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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最主要是妈妈开心 妈妈很期待明天要给孩子们 然后媳妇还有我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好了 吃完饭了 哇塞 太满足了 哎呀 真的是家乡的味道是没办法去形容的啊 一个 这个洛门剪菜吃的这个满足的不得了 今天六月份 呃浮阳的天气 风是暖暖的 但是不是特别热 吃饭的时候给妈妈聊一些以前的家常 很期待 呃这几天在老家的 呃时间 明天一早我们就回老家了 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的视频 嗯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下期见 拜拜 拜拜